有意見了現在 現在對於一個主播的那個啥 對於一個主播的那個 醒醒 我今天在49個小步道今個月不通了沒錢 我就很好奇你是月初的時候你是給誰刷的啊 月初的時候你是給誰刷的 我是下半個月的時候我才來的 那不是我 你是給誰刷的 我再去睡了拜拜 睡那麼多也沒什麼用啊主要是 這次啦 這個時候 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你好像是怎麼樣來到我的直播間的 能給我說一下嗎 是在我跳舞的時候關注我的呢 還是在我說話的時候 還是在我發呆的時候還是在我罵人的時候你來的 我應該我猜我應該是剛來一個禮拜去認識你吧 剛才說過 我跟他連麥的時候嗎還是什麼 我跟他連麥的時候嗎還是什麼 是這樣子嗎 是因為我跟他連麥的過程中然後你被我勾引過來 我不懂還我想說什麼 我不知道 那個時候你再她直播間你幹什麼樣了 小太陽 那你媽媽 呼包再见 你死 你死 你给我死 他说我跑去你那就不来了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几岁 你别问 你问就是错 以前是什么关系 今天早上 为什么我听不到 把一脸摸摸 我的工作车都说什么呀 感觉白头发的男人 每次来都好像在打卡一样 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你好 睡觉了 晚安 我还没开播 不然 我们的关系也就这样子啦 白头发的男人 7点多的时候你去他直播间 然后他这样反问你是不是 谢谢0408的花花 你们以前是怎么关系 如果不是怎么关系的话 他是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还会反问你的 他怎么可能会记得你记得那么清楚啊 是不是 我还好想象他每天这样起得那么早 但是我现在我起不来 我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就坚持了三天 每天早上早起 也要坚持三天之后就没有吃过了 因为真的很痛苦 早起对我来说 真的好累啊 真的哇 好好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